M1处理器 看到标题你肯定知道 这期节目咱们终于要聊聊M1处理器了 但是在聊M1处理器的Mac之前 咱们先来看个大家伙 这是一台2004年的PowerBook祭祀 诶 怎么不是MacBook 哦对 你也许没听说过PowerBook 但你一定听说过MacBook Pro 而PowerBook就是MacBook Pro曾经的名字 PowerBook其实是个一语双关的名字 一方面自然是作为性能取向的笔记本 要有足够强的Power 另一方面代表着当年Mac使用的PowerPC处理器 我这台PowerBook G4是17寸顶配版本 俗称大飞机 它搭载着1.67GHz的PowerPC 7447A处理器 Radeon 9700移动版显卡 很有时代感的DVD光驱 以及在今天的苹果笔记本上想都不敢想的可拆卸电池和一大堆接口 甚至还有火线和DVI接口 毫无疑问 这是一台在当年很有Power的笔记本 但它也是苹果最后一代使用PowerPC处理器的笔记本 因为酷睿当年在能耗比上的巨大优势 从2006年的Mac mini开始 整条Mac产品都换上了英特尔的X86处理器 换掉了PowerPC处理器的它名字也改成了MacBook Pro 自此我们熟悉的Mac家族登上了历史舞台 今年推出的ME无论实际表现如何 它都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 确确实实的点燃了整个PC行业最热烈的讨论 从它推出的那天起 关于它的是非就没消停过 而这次换新其实已经是本世纪苹果第二次换新了 第一次就是从咱们刚才看到的PowerPC换到英特尔 第二次就是换上了自家的Apple Silicon ARM夹构处处理器 说来也有趣 和ARM处理器一样 PowerPC实际上也属于RISC处理器 也就是所谓的精简指令机处理器 众所周知 X86则是Sysc处理器 也就是咱们说的复杂指令机处理器 苹果在Sysc阵营绕了15年 终于还是回到了RISC阵营 谁都知道处理器是一台电脑的核心 而处理器的指令机又是核心中的灵魂 所以有人充满质疑 有人欢呼雀悦 还有人看着铺天盖地的评测和新闻 也不知道到底该信哪个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ME的实际表现如何 我们将从这颗处理器的架构分析 性能表现 功耗和温度表现 以及实际软件与游戏中的性能和兼容性的几个方面 来看看ME到底有几成功力 通过和X86 iPad Pro以及Surface Pro X的对比 尽可能找到ME准确定位 以及大家都很关心的16G内存和8G内存的问题 并且我们还会借助这台PowerBook G4 和第一代MacBook Air的性能对比来一窥 Mac家族乃至整个PC行业的未来 上集前半部分的架构分析部分会非常硬核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直接跳到性能测试部分 但是我个人非常不建议你们跳转 因为这些内容有助于你理解ME到底是个啥 跳过的话你会错过本期视频的精髓 我们开始吧 在ME处理器推出之前 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么大的ARM处理器 先别急着说那些ARM服务器CPU 因为和智强系列一样 它们都是核心贼多 但是每个核心的性能却相对有限的 对服务器场景优化的处理器 说白了 这些处理器的单核性能 可能甚至没有你手里的手机来的好 显然这并不是给你面前的电脑用的 显然ME并不是以这个思路去开发的 可ME是第一颗用在PC或Mac上的ARM芯片吗 倒也不是 前有你们都懂的Surface RT 近来也有我们刚做过节目吐槽过的Surface Pro X 要说把ARM塞进电脑 微软的动作可能还要再早一点 但很可惜 微软虽然有搞个大新闻的想法 但却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出了偏差 当年看起来无比超前的Surface RT 和它的Win8系统一起成为了一个笑柄 而Surface Pro X 前几天才刚刚兼容64位的X86软件 Surface Pro X那颗与高通一起搞出来的 用着A76架构的SQE处理器的性能 也实在谈不上优秀 我们的天机图里 它甚至还赶不上2018年推出的苹果A12X 真可谓是起了个大早 去赶了个晚期 而苹果M1处理器显然是带着野心来的 它是一颗超高规格版的A14 甚至有点像一颗A14Z 核心架构和A14一样 都是大核Firestorm架构小核Astorm架构 但大核从A14的双核扩充到了四核 小核规格则保持四个不变 当然作为电脑处理器 频率相应有所提升 如果各位还记得我们在A14处理器首发评测里估算的核心IPC的话 那你应该知道它的大核IPC大约是SQE里面的A76大核的两倍 而小核IPC则与之相仿 达成这种性能的关键就在于它恐怖的架构规模 这是M1大核的架构 这是Zen3的架构 这是Intel的Skylake架构 首先你会发现它们乍一看都长得很像 不管是什么架构的CPU 因为它们的工作流程大体都是相同的 都要经过这五个阶段 所以它们的架构也是大同小异 这三种架构本质上都是乱续执行的超标量多流水线CPU 这个很复杂 但是接着我们跟着处理器的工作步骤一点点来对比它们的架构 首先咱们从处理器的前端开始 也就是执行指令前的部分 对于取指阶段非常重要的LE指令缓存 M1有192K 而Zen3和Skylake都是32K 处理器想要执行指令就得先从一个地方加载指令 而LE指令缓存就是用来暂时保存这些指令以备后用的 这样一来就会在JS之类的高指令压力负载下表现非常好 而且这个大小的差别预示着M1可能是个非常宽的架构 那什么样的架构叫做宽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CPU已经拿到了指令 但内部的执行单元其实还看不懂 因为CPU内部有它自己的指令编码 所以咱们要对指令进行解码 把来自软件的指令翻译成CPU认识的指令 这个部分里有一个同学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关于RISC和Sysc处理器的区别 RISC处理器是指精简指令机处理器 ARM就属于此类 而Sysc是指复杂指令机 X86就是这个的代表 那你可能会疑惑 是不是精简指令机的处理器就比较简单呢? 实际上这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 现代的RISC处理器和Sysc处理器 最大的区别就在这个指令解码环节 RISC的全称是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那么这个Reduced就是指精简 所以RISC最大的特点就是指令长度相等 执行时间恒定 与之相反 Sysc则是指令长度不固定 执行时间也不固定 作为现代Sysc处理器的代表 X86接受的是Sysc指令 这大家都知道 但其实从奔腾Pro开始 处理器内部执行其实已经是类RISC指令了 因此 X86处理器就会通过解码器 来把这些复杂的指令翻译成类似RISC的指令 因可而把这些类RISC指令称作Micro OP 或者写为Mu OP AMD从K5开始也引入了自己的RISC指令器 叫做RISC86 也就是我们说的Micro OP 然后再翻译成Micro OP 一条Micro OP可以翻译成一个或多个Micro OP 注意这两个Micro OP是不一样的写法 所以两边的解码器设计会有所差别 因为这个要解释清楚就要啰嗦很多 你只要知道 英特尔需要N个中杯解码器加一个超大杯解码器 而AMD则有N个大杯解码器就可以了 解码器的效率直接决定了后面的执行单元有多少活可以去做 可M1不是ARM处理器吗 ARM不是RISC架构吗 那M1干嘛也要有解码器呢 实际上RISC处理器接受的指令和执行单元执行的指令 虽然差别更小 但依然有区别 所以也需要解码器来翻译 但显然这个解码工作简单得多 这就是导致ARM处理器能耗比优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苹果在M1的大盒里塞入了每周期解码8个指令解码器 这个应该是目前处理器里规格最大的解码器 简单总结一下 现代的X86处理器和ARM处理器在经过解码阶段后 内部都会执行类RISC指令 因而接下来的部分是高度类似的 而解码部分的M1具有ARM的先天优势 解码前后差异小 效率更高 同时解码器又做得更宽 所以有了更高的性能 前面说过AMD的X86处理器实际执行的是Micro-OP 而Zen3每周期可以发射6个Micro-OP指令 于是我们就认为Zen3是一颗6发射处理器 这个指令发射数是目前X86处理器里最高的 加上优秀的分支预测消除了大部分的气泡 使得它达到了X86阵营目前的最高效率 值得一提的是明年的Rocket Lake依然是4发射 但今天的主角其实不是Zen3而是M1 那它是一颗几发射的处理器呢? 答案是8发射 这是因为M1接收的一条指令将会转换 且仅会转换为一条指令 所以解码器的宽度就等于发射数 于是苹果就造了一个惊人的8发射处理器核心 作为对比 骁龙888上面Cortex-X1的解码器宽度是5 但这还不是全部 咱们继续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聊聊ROB 中文名叫做重排序缓冲区 它对乱序执行处理器至关重要 那ROB是干啥的呢? 它的规模大小又有什么意义呢? 要想了解这个 你得先了解乱序执行是个啥外意儿 传统的处理器多条流水线是顺序执行的 但是不同的指令难度可不一样 所以执行它们所用的时间就有所不同 那我们假设这颗处理器有两条指令要执行 一号指令和二号指令存在着逻辑关系 二号指令得等到一号指令出了结果才能执行 但一号指令在某一个步骤卡住了 它要算很长时间 而这个卡住的时间里如果是顺序执行的处理器 就必须等到一号指令执行完才能继续执行二号指令 但现在的处理器可不止一条流水线 却因为一号指令没完成 这时候其他的流水线只能闲着 不能执行二号指令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嘛 还不如执行一下二号指令 这个就叫卵序执行 但别忘了咱们的二号指令 是要等到一号指令出了结果才能继续执行的 可这时候一号指令结果出不来 那二号指令怎么执行呢 咱们得先来猜一个一号指令的结果 先不管它对错 让其他流水线先开始执行二号指令 这个猜就叫做分支预测 所以分支预测的准确性会大幅影响处理器的效率 那这样一来 如果一号指令卡的时间长 二号指令却完成得非常快 二号指令甚至有可能会先执行完成 但别忘了咱们二号指令得以执行的前提是 一号指令出了结果 但这时候一号指令的结果是猜出来的 那二号指令虽然执行完成了 但是不知道对错 那这时候它就可以去一个缓冲区里 来等待一号指令的结果 这个缓冲区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ROB 那如果结果对上了 再把它们拼接起来 如果不对呢 就清除掉二号指令的结果 重新执行 这样一来 ROB的大小就代表了乱序的规模 所以往往ROB越大 意味着处理器的宽度越大 且乱序度越高 那么M1大概有630个条目的ROB 作为对比Zen 3有256个 英卡尔的Sunny Core有352个 而ARM的Cortex-X1有224个 聊完前端 我们再来看看实情单元 篇幅所见 这里我只想重点聊聊浮点单元的设计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手机SoC横屏的时候 曾经聊过的A13处理器 那你应该记得A13重点加强了浮点性能 而在A14和M1里 我们终于看到了苹果改进浮点性能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 X86CPU里有一个非常牛逼的指令机叫做AVX X86CPU的AVX性能在如今十分重要 曾经Zen 2相较Zen或者Zen加的巨大提升 很大程度就来源于AVX性能的提升 而AVX作为SIMD指令机 十分依赖SIMD的宽度 而ARM价格中类似于AVX的指令机叫做Neon M1的每个核心里有4个128位的Neon通道 这个规格和Skylake以及Zen 3是同一水平 至少在处理器的架构层面上 这颗ARM处理器的浮点性能就已经占上了和X86最先进的架构平等的水平 除此之外 M1还有一个苹果独家的能让浮点单元和NPU理应外合的AMX指令机 这让它的浮点性能更上一层楼 但浮点性能的发挥还和频率以及内存性能有关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M1的缓存与内存设计 缓存对于CPU的PPC有着巨大的帮助 Zen 2的桌面板和移动板的差距就是由于L3缓存导致的 而S-Lake和Tiger Lake更是几乎只有缓存实际上的区别 苹果在M1的大核里塞进了12M的共享二级缓存 作为对比 A14s里面的大核二级缓存是8M 这个12M应该是现代CPU里最大的二级缓存设计 平均每核心3M的二级缓存远大于Tiger Lake或者Zen 3的二级缓存 更接近它们的三级缓存 上次在苹果以外的CPU上见到这样的大二级缓存还是酷睿二时代 M1的小核心则配置了4M的二级缓存 这个大小就更接近我们认知中的二级缓存了 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在新MacBook Pro上跑向A64之类的测试工具 所以M1和Zen 3以及Tiger Lake的L2性能差别我们还不得而知 一般来说二级缓存容量越大延迟就越难优化 但就容量来看M1的规格确实有点吓人 除此之外 M1还有一个类似三级缓存的系统级别缓存 这个缓存是CPU、GPU、NPU等等单元共享的 从官方Knote里公布的Dieshot来看 应该和A14一样都是16M 因为GPU也要用到这个缓存 所以CPU的大二级缓存应该也和这点有关系 内存方面 M1配备了苹果称之为统一内存架构的内存 实际上这并不是苹果第一次这样做 左边是iPad Pro的A12X或者A12Z 右边是这次的M1 你是不是发现它们长得非常像 事实上新的内存架构应该在A12X的时候就应用在了iPad Pro里面 M1启程在片上的内存是双通道的LPDDR4X4266 这里我说的双通道指的是128位 不是手机上常数的64位 也就是说它的带宽相比A14是翻翻的 和内存配置比较好的英特尔或者AMD核显笔本带宽近似 但计算机里有一个常识 距离越近延迟就越低 所以苹果这个操作应该主要是为了降低延迟 以及更好保证GPU的性能表现 当然升级内存就别想了 尤其是这次的Mac mini彻底关上了升级硬件的大门 买来是啥样就是啥样 至于笔记本 苹果不能换硬件已经四年了 倒是没啥影响大家都习惯了 容量方面这次提供了8G和16G两种 这两个容量就是在告诉你 这次的新电脑就不是给强生产力用户准备的 也许明年夏天之后看 苹果会在稍微高阶的产品上用上32G以及以上的片上内存 但虽说这次M1用上了统一内存架构 但我还是有一点更不屑实际的摊念 什么时候苹果能抛弃DDR内存 把HBM技术用在自家的SoC上就牛逼炸了 那我相信目前能做到这一步的应该只有苹果 就看他们愿不愿意这样干了 毕竟这样的成本可不低 简单总结一下ME的架构 这应该是目前最超大杯的处理器核心 即使和Zen3和Skylake相比依然十分巨大 加上使用了目前桌面及CPU唯一的5nm工艺 这颗处理器的性能表现令人非常期待 其实这么分析下来你会发现AMD的Zen3架构也非常优秀 似乎只是规格不如M1那么暴力 也许再做宽一点就能在IPC上打败M1了 可问题是为什么其他厂商不去做像M1处理器一样宽的架构来提升IPC呢? 这其实包含着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 苹果的处理器不外卖 它卖的是笔记本、平板和手机 但其他处理器厂商卖的是处理器 甭管你是高通还是英特尔还是AMD 它们赚的是处理器那部分的利润 苹果就可以省出这部分利润用来继续堆规格 但整机的成本却不会上涨 甚至因为Mac和iOS设备共享处理器架构 处理器的研发成本还可以得到iPhone和iPad的分担 于是在处理器制造成本可能比英特尔或者AMD更高的情况下 苹果赚的反而更多了 第二呢 苹果在A11的时代就在硬件层面终结了对32位应用的支持 而MacOS也在去年的10.15版本里就去掉了对32位应用的支持 到如今苹果已经完成了全64位软件的准备 那你能想象你买回家的认三处理器完全不支持32位应用吗? 如果真的这样估计你得爆炸 但苹果对生态的控制使得它们可以用一定的兼容性换取更强的性能 而X86就得背着这种具有数十年历史的X86税 在增加性能的同时继续保持对上古软件的兼容 但这种兼容性也是要占面积和费电的 第三呢 M1毕竟涂胎于A14 而A14来自于手机 这意味着它要用更高的IPC去换取更低的频率和电压 这样才能够保证移动设备的续航 对于AMD和Intel来说 应用它们处理器的最低功耗设备是笔记本 而更高功耗的台式机并不需要考虑续航问题 所以它们可以用相对更高的频率获取相同的性能 虽然此时的能耗比会有所下降 但绝对性能上4.5G到5G的Zen3也绝不会低于3.2G的ME 可以说M1虽然是同频的性能之王 但未必是同面积性能之王 前面说了 面积就是制造成本 这对于双核或者四核来说可能不会差那么大 但如果是16个甚至64个核呢 处理器厂商的一个架构是要覆盖笔记本到服务器的 那么这件事就不得不考虑了 说白了 处理器的设计无非就是平衡功耗性能和成本 功耗会因为频率和电压而大幅上升 成本会由于利润力的要求尽可能压低 所以反应在性能上就得找到一个平衡点了 苹果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有着强大的生态 这三者它都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于是就可以找到一个相对高的平衡点 所以M1就这样航空出世了 接下来的实际测试里 我们会实际来看看它的真实性能功耗表现 我们还会分析下它的每核心功耗 对比下X86阵营里最前进的Zen 3处理器 以及和同架构的小弟A14对比 来看看苹果是否在频率上还留了一手 那么在进入实际测试之前 我们再来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Roseta 2 Roseta 2可以说是M1 Mac的一个杀手锏 毕竟苹果不是第一次做处理器架构间的转换工具了 第一代Roseta正是Mac从PowerPC转向英特尔架构 使苹果推出的秘密武器 而这次的第二代让我们看到了苹果牌补丁的实力 首先它的兼容性确实不错 不像隔壁搞了一年多才姗姗来迟的X86-64位支持 苹果的Roseta 2从一开始就能跑X86-64位应用 而且兼容性大家也看了不少评测 确实不错 基本上老Mac用户可以直接用Time Machine 恢复它们的备份到M1的Mac 全大多数的软件运行都没啥问题 但作为一个转换器 除了要保证兼容性 性能表现也十分重要 其实在这里苹果用上了它们最大的优势 软硬件组合 ARM和X86的内存一致性模型不同 这会导致多线程软件运行的问题 苹果在M1里直接做了两版内存模型 在运行原生应用的时候使用ARM的那套 而在运行X86转移应用的时候就切到X86的那套 这种深入骨髓的软硬件结合是其他厂商羡慕学不来的 这才带来Roseta 2的优秀表现 说白了 Roseta 2不仅是一个软件层面的转移器 更是需要配合苹果自己的处理器设计 才实现了如今的表现 另一方面 Roseta 2并不是一个动态转移器 它是一个静态转移器 在你第一次打开X86应用时 它会帮你默默转换完你的软件 然后之后打开的时候就会直接打开翻译后的代码 形象点说 动态翻译器就像是同声传译 而静态翻译就像是字幕组做好了熟肉再给你看 这样一来性能损失会更小 也更容易保持软件的稳定 那如果你是个完全不关心电脑里用什么处理器的人 它第一次打开 比如说像以前的Word之类的软件 时间长的可能会让你觉得你新买的电脑坏了 不过好在Office已经原生兼容了M1处理器 VSCode也是 微软不愧是苹果最佳开发者 总结一下 在两年的过渡期内 Roseta 2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使用Apple Silicon处理器的Mac能用多少老软件 看看隔壁的Surface Pro X 你就知道如果转移器做不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带着曾经开发初代Roseta得到的宝贵经验 苹果用软硬间施加上静态翻译的做法 做出了一个稳定且高效的Roseta 2 在我看来 这才是M1 隔以完成它的历史任务的首要工程 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聊性能 所以我会测试Roseta转移之后M1的性能表现 兼容性的部分我们下期再详细测试 但就一个月的使用体验来看 不兼容的软件很少 这是一个很成熟的果味布丁 我的MacBook Pro 13寸是16GB内存加1TB硬盘的版本 我们接下来对M1的性能测试就在这台电脑上完成 温度的读数通过Istatistica Pro来完成 功耗的读数我们是用Mac自带的Power Matrix来完成 首先咱们从CPU性能开始 M1的CPU由4个Firestorm大核和4个Istorm小核组成 大核频率是3.2GHz 小核频率是2.064GHz 由于目前跨平台的测试工具很有限 所以与其他桌面CPU的对比 我们使用Cinebench R23来完成 在R23当中 M1跑出了多核7823单核1514分的成绩 单核成绩和1165G7基本相同 但是略弱于默认状态的5600X 而多核的整体成绩几乎和4核8线程的Z3 在4.5GHz的性能一模一样 超过全核锐频还不到4GHz的i7-1665G7不少 但面对R7-4800U这样8核16现成的选手就毫无还手吃力了 更不要说像R7-4800H这样的标压处理器了 就R23的表现来看 3.2GHz的M1大核心越等于4.7GHz的Tiger Lake 或者4.5GHz的Z3 IPC应该是目前消费机处理器的最高水平 由于大小核设计 它的多核性能基本等同于Z3在4核8线程时的表现 满载时的你大可以把M1当作是4核8线程的处理器 为了方便和移动端的ARM芯片对比 我们也跑了一下Geekbench 5 单核成绩比iPad Air 4上3GHz的A14高了大约9% 比A12Z高了56% 多核则比满血的A14高了78% 相较于A12Z也有着68%的优势 可以说远远甩开目前移动端的所有ARM处理器 并不是一个量级 M1毕竟是初来乍到 现在不少软件依然不是原生的ARM之灵机 M1在经过ROSETA2转移器之后 模拟X86处理器时又有怎样的性能表现呢? 我们用了三代Cinebench进行了测试 结果非常有趣 Cinebench R23当中经过转移的M1跑出了单核999分 多核5241分的成绩 大约相当于原生状态的67% 这个成绩甚至要低于同样以3.2GHz运行的四核八线程的Zen3 也低于参测的除Skylake以外的其他X86处理器 但相较于定频3.2GHz运行的四核八线程的Skylake来说 还是有优势的 Skylake真的老了 Cinebench R20当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单核401多核2097分的成绩 Cinebench R20不能转移AVX指令机也不支持虚拟机 而R20和R23的X86版本恰恰是依赖于AVX性能的 如果AVX性能不佳或者你只能使用SSE指令机的话 浮点性能就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之前Zen和Zen加的R20和R23成绩表现不佳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说M1在这两者当中的表现并不算好 R15由于推出时间较早 主要还是基于SSE指令机的 所以M1在R15当中的表现明显更好 甚至超过了4.4GHz的Skylake 这其实也说明如果你主要跑AVX比较密集的软件 在转移模式下的M1现阶段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比如说Adobe全家桶的X86版本在M1上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出色 具体我们在下集继续聊 总的来说Roseta 2下的M1在重度AVX下的性能表现 大致相当于8代抵押酷睿 在轻度AVX应用下大致相当于10代抵押酷睿 不算差 但和原生2mm下的表现差距不小 如果你有比较重度的需求而你的软件恰好还没适配M1 比如说你是个什么重度PR用户之类 我就不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为了CPU性能更换M1 Mac 说完了CPU性能 我们来看看GPU性能 M1搭载了一颗8核心的苹果自研GPU 核心规格刚好是A14的两倍 首先我们来跑一下GFX Bench Aztec Ruin的成绩和iPad Air 4上的A14相比也刚好是整整两倍 81帧的1440p离屏和216帧的1080p离屏成绩相较于A12Z大约强了40% 和A12Z至于A10X的提升来说有点小 但依然是目前的RM SOC当中毫无疑问的最强 和移动端比有点不讲武德 所以我们还是来和桌面显卡比比看 首先的问题是经过Roseta之后 GPU性能会不会受到影响 答案是会 强制Roseta之后的GFX成绩变成了67帧和167帧 这个成绩就只比原生的A12Z略强了 而iOS版的GFX Bench和Mac版跑出了完全一致的结果 所以可以和A12Z放在一起对比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原生支持M1的游戏来对比M1的GPU性能 目前M1原生运行的游戏只有魔兽世界9.0.2版本 我们就使用这个版本的魔兽世界来测试GPU性能 画质我们开到1080p分辨率 实弹画质全开 4倍的MSAA抗拒尺 Mac是没有办法记录平均帧数的 但好在是GPU测试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一个相同的场景 就可以直接对比帧数了 好在魔兽世界退出重进之后 还是完全相同的动作和场景 这就给测试带来了便利 从结果来看 M1在山口山中的表现和MX350近似 强于英特尔的11代酷睿XE核显 或者是台式机上的750Ti 但远弱于台式机的TX1050Ti级别的显卡 我本来已经下了这样的结论 但是我又想到 会不会是Metal在游戏中表现太差 于是我把RX580插在了我的黑苹果里 结果印证了我的猜测 RX580直接掉了12帧 来到了88帧 DX12牛逼 微软牛逼 所以我赶紧去买了一张RX560 4G 这是一张近似于TX1050的A卡 当然它可以用在MacOS下面 RX560的确是够弱 比580低了一倍还多 在DX12下跑到了46帧 但在MacOS下又损失了10%有余的性能 跑到了41帧 看来Metal还是有不小的性能损失 抛开API影响了 M1也就是接近台式机RX560的性能 总结一下 M1的GPU在它的功耗级别里表现很优秀 毕竟GPU的峰值功耗才10W 游戏里才8W 但也无法摆脱物理限制 它只能和这个级别的显卡去比 再加上MacOS目前对于游戏的糟糕支持程度 当地游戏性能 它也只有Windows阵营的25W满血MX350水平 距离台式机的1050Ti级别的独显 还有着巨大的差距 即使都在Mac系统下 它的表现也不及台式机版的RX560 不过这并不影响它成为13寸MacBook历史上最强的GPU 毕竟差异核显距离它都还有不小的差距 再想想手机上GPU最强的A14也就只有M1的一半 想看到更强的图形性能 还是等着苹果明年的M1X或者M2吧 希望苹果能再把GPU规格翻上一倍 给我们来点惊喜 接下来的功耗测试才是M1真正的主场 也是新Mac续航提升巨大的原因 先来说个结果 M1的TDP应该是25W 然后我们一点点来分析它的功耗状态 为了测出它的TDP 我用上了iOS上对CPU压力最大的考据软件 LinPack 把Problem Size设置在300的时候跑出了最高的CPU功耗 达到了恐怖的24W 当然这个测试的压力是严重脱离现实的 因为Cinebench R23的CPU功耗也不过15W而已 LinPack只是用来做极限测试使用 毕竟苹果没有公布它的TDP 那就只能我自己找了 接着我用GFXBench找到了GPU的峰值功耗是10W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让LinPack和GFXBench同时双烤CPU和GPU会怎么样呢? 这台MacBook Pro会有几秒钟直接跑到34W的峰值功耗 没错 就是CPU满载的24W加上GPU满载时的10W 接着会慢慢降低到25W的TDP 然后稳定在这里 但在探索它的电源管理策略的过程中 我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慢慢降功耗的只是CPU 而GPU在这个过程中依然维持着它的最高功耗 这就意味着同时满载CPU和GPU时 它的电源策略会让CPU去给GPU让路 维持GPU的峰值性能 为了验证这个发现 我同时进行R23和GFXBench两项测试 果不其然 GPU依然维持了80帧的成绩 但CPU成绩却调到了直比116577强一些的6700来分 比峰值性能降低超过15% 难道未来苹果想要在Mac上发力游戏吗? 当然我是瞎说的 就Metal现在这个表现太丢人了 现在我基本上搞明白了M1的功耗策略 SoC峰值大概34W 稳定TDP大约25W CPU极限考机24W 跑Cinebench这种日常下最高负载的应用 峰值大约15W 并且同时满载时优先保证 GPU的发挥确实很强 作为对比 我手上这台165G7跑R23是刚开始频率达到4.1 这个时候功耗会来到45W左右 随着测试的进行会慢慢掉到30W左右的PLE功率 差了M1一倍不止 然后频率也到不了4GHz 性能也赶不上 有点丢人 接下来是这期视频最有意思的部分 苹果在发布会上亮出了一张我觉得特别营销特别市场的Knote 说M1的每瓦性能是不知道什么处理器的三倍 说实话 我看着这种没说清楚跟谁比的图真的是将信将矣 为了验证这个PPT是不是骗人的 我用一颗5600X只打开4核8线程 以及一颗i710700只打开4核8线程 来看看Zen3 Skylake 两个架构的处理器在与M1同频的3.2GHz下 到Zen3与M1几乎性能相同的4.4GHz下的功耗 电压和分数变化区间 三者均使用系统内读出的功耗数据 考虑到处理器电压出厂标定是稳定度优先 所以我在跑每个频率时的电压是能够恰好稳定通过5分钟 P95第二项烤机时的最低电压 功耗我们取Cinebench R23的稳定功耗 在3.2GHz的频率下 Zen3跑出了12.5W的功耗 甚至比M1在3.2GHz下的15W还要低 这时候的核心电压是0.784V 而此时Skylake的核心功耗是16.224W略超M1 但电压甚至更低来到了0.773V 14nm++++果然还是牛逼的 但3.2GHz下的性能相比M1的差距实在有点大 这里的单核分数基本就是三者的IPCV差距 M1大约比Zen3强了41% 比Skylake大概强了76% 离谱 随着频率的增长 Zen3的功耗指数上升 到4GHz的时候已经来到了0.944V 23.6W 此时比3.2GHz下频率高出了25% 但功耗几乎翻了倍 这就是提频的代价 而Skylake向我们证明了14nm++++++工艺的牛逼之处 0.897V的电压甚至比Zen3还低了50mV 功耗则是30.5W 不过Skylake毕竟是五年前的老同志了 此时的性能大约相当于3.2GHz下的Zen3离谱 我们继续把频率推高到4.4GHz 这个频率下 Zen3的性能基本上和M1一致 无论是单核还是多核都很接近 此时它的电压是1.112V 功耗37.8W Skylake再次向我们证明了14n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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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的牛逼之处 好 4.4GHz的电压甚至不到1V 0.986V的电压带来了38.78W的功耗 几乎打平了Zen3 如果频率继续往上 应该就是Zen3的功耗 反超Skylake了 但作为5年前的老架构 这个性能大约就和3.6GHz下的Zen3差不多 而且这个测试做完很容易能看出来 随着频率的提升性能是线性增长的 也就是说IPC并不会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不得了的结论 3.2的M1单核性能大致相当于4.5GHz的Zen3 或者是5.6GHz的Skylake 当然Skylake已经是5岁的老同志了 不能这样不讲武德去偷袭 Tiger Lake的IPC其实和Zen3是接近的 4.7GHz单核锐频的Tiger Lake 在现在的发布会上也能像当年乔布斯发布英特尔Mac一样 直接放出SPEC的成绩 简单直接的数据才最有震撼力 这个测试其实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结论 其一 Zen3的这个图像非常真实地反映了 如果通过提高频率来提升单核性能会有怎样的结果 在性能线性增长的同时 功耗却是指数增长 所以在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 的确是大和高IPC加上相对没那么高的频率 在跑相同性能时会带来更优秀的功耗表现 其二是处理器的性能和功耗是有平衡点的 这个平衡点其实是由散热规格决定的 苹果M1这个思路很有趣 就是我散热规格万年不变 我就设计这个规格的散热 如果我发现我压不住你英卡尔的处理器 那我也不升级散热器 我直接自己造处理器 行吧 但对台式机来说 功耗就可以宽松很多 所以我们马上就会看到14纳米的Rocky Lake处理器 第三 英卡尔的14纳米加加加加加加加工艺 在高频下的表现的确不得了 几乎一条直线的功耗提升幅度告诉我们 4.4GHz的频率甚至不够它开胃的 离谱 所以有人说 M1做到3.2GHz 是不是意味着苹果做不了高频呢? 是不是这么大的核心就只能跑到3.2GHz呢? 这个测试做下来我觉得它应该还是有不少的频率提升空间 我相信未来的iMac或者是16寸的MacBook Pro就有可能会提升频率 毕竟单核性能提升有时候带来的效果是堆核性带不来的 这就要看苹果未来的产品线如何取舍了 做完峰值功耗的测试 M1的表现的确惊艳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 接着往下看 注意啊 用手接着下巴看 我们测试了几个对轻薄本用户常用场景下的功耗 对比的对象包括采用1165G7的红旗风鸟和使用4800U的联想YOGA 14S 在这个测试中 Windows笔记本都使用最长续航电池模式 Mac由于没有电源选项 所以我们就用默认状态 这一轮我们对比package功耗 也就是包含GPU在内的整个SoC的功耗 在用Word打字时的状态下 1165G7大约在2.5W-3W之间波动 480U大约在1.5W-2W之间波动 而M1的峰值功耗大约只有1W 基本上在快速打字的时候你可以达到1W出头 典型功耗大概只有0.5W-1W之间这样波动 第二个场景是看B站视频 我们用系统自带的浏览器同时打开三个选项卡 第一个选项卡是B站主页 第二个和第三个分别是我们的三屏8G视频和赛博朋克2077的视频 都以4K画质播报 打开弹幕 1165G7大约是4W上下 而4800U大约也是平均4W上下 但波动比英特尔来得要高 这时候M1的功耗是500MW-700MW 似乎这个时候它内置的硬件解码器发挥了作用 功耗低得离谱 第三个场景是网页浏览 我们一共打开10个选项卡 5个新浪首页 5个汽车之佳 然后后台用网易云播放音乐 然后滚动其中一个汽车之佳的首页 这项测试当中 1165G7在6W左右 而4800U大约是3W左右 而此时M1是1W左右 而在放在桌面啥也不干的情况下 1165G7大约在1.5W上下 4800U大约在1.1W左右 2M1大约是20-30MW 也就是0.02-0.03MW 唉 这样的日常状态和功耗表现才是M1的杀手锏 这就是为什么用上M1之后 你会感觉它的续航非常离谱的原因 因为在日常使用的状态下 M1的功耗甚至可能还比不上屏幕或者扬声器来的高 但这类轻薄本一般的使用场景 其实无非就是看看视频 打打字 上上网 除非迫不得已 不算没有人会整天拿着这些电脑搞什么渲染 炼丹之类的重负载应用 于是这种轻度的使用场景才能决定实际使用下的续航 在这种场景下 M1的功耗甚至比X86处理器低出了好几倍 带来的结果就是风扇几乎从来不转 如果你使用Intel Mac 你应该感受过开个Word风扇都怒刷存在感的无奈 毕竟是梦幻单热管 但这个测试做完还得到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结果 就是8核的4800U居然在几乎所有日常使用场景下的功耗 都比4核的1165G7低 Intel 求求你 长点心吧 最后我们也来简单测试一下它的温度表现 我们在室温25度的空调房中进行测试 在R23的10分钟循环测试当中 最高核心温度97度 风扇最高转速会达到4000多转 这个时候是有可以听到的风扇噪音的 不过这台MacBook Pro的风扇在3000转以内的噪音非常小 极为安静的室内可以听到一点点类似于扬声器底噪的风扇声 真的是一点点 因为声音比我们收声的小蜜蜂的底噪还小 所以我没法录出来给你们听 在整个测试中 CPU一直维持着15瓦的功耗 成绩也非常稳定 不会降频 而在双考测试当中 我们使用R23加魔兽世界同时满载CPU和GPU 顶着25W的TDP在跑 因为魔兽世界也需要占用CPU 所以此时的成绩会降低到跟116577差不多的水平 6000吋附近 最终CPU的最高核心温度会稳定在97度 GPU则是88度 风扇转速7200转 我都没想到这电脑的风扇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不过看来这套单热管单风扇的散热对于M1来说完全没问题 但极限状态下也绝对撑不上凉快就是了 好 那么M1的上级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很抱歉这期视频拖了这么久再跟给大家 但是M1毕竟是一个开了纤壳的处理器 它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我们对于广义上PC的认知 所以为了做这期视频 我又复习了一遍大学学过的危机原理 并且希望能用容易理解的方式给大家梳理一下这颗处理器的方方面面 这期上级的视频 我们仅仅是针对它的架构 理论性能 功耗与温度等方面做了一些分析 但因为实在太长 要聊的太多 我把它分成了两期视频 在下节当中我们会聊到在现实世界里M1Mac的使用情况 包括实际应用中的性能 兼容性能的 那对于M1Mac的总结我也会放在下集再和大家分享 那么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我们明年再见